我们接着来看DNS服务的配置 首先我们来先从一个非常简单的DNS服务的配置开始 我们这边给大家讲到的是自键 自键看到吗 这是我们自己搭建 自键DNS服务器 那另外一种就是使用人家R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DNS服务器 那么我们自键DNS服务器通常就是属于内部DNS服务器 为的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解析 那么在正式来配置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叫做违缓存DNS服务器 什么概念 来我们看一个场景 为就是唯一的为 我知道那个为字不是你们心目中那个为好吧 先准备两台机器 两台能够上网的机器 OK 怎么全开着的这些 就是这招吧 无所谓 无所谓好吧 我们先准备两台能够联网的机器 这样我还是会让大家看得清楚了 一个是12.52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12.186 别的不管 无论是VMWare还是KVM 先准备两台能上网的机器 好吧 如果说你不想准备虚印机 你整两台真机也行啊 好吧 潜力是能上网 OK 192 168 多少 12 多少 多少 等一下 我改个名吧 我改个名 改个名 我把这位兄台改个名叫做DNS7 好吧 这是52是吧 我把这位兄弟改一个名叫做DNSCleaned 好吧 能显示 192 192 168 12 等多少 52 这不很长吗 好 然后我们再来 连到那个192 168 12 你看没有解析 每次输IP是一件多么很伤感的事情 我起码要整一个后四次解析吧 起码是吧 这这然后怎么着 186 那我们整一个吧 我烦了这个 你看 在这 后四次里面 192 168 12 多少 52 对应的是 这点问一个问题 他的 他的名字 这是他主机名是吧 那我能写这个吗 能吗 可以 所以说解析的名和主机名其实没有关系 好吧 听懂了吗 就是这个解析的名字和真实的主机名可以没有关系 OK 但是为了好看 12点多少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吗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后四次文件 总要让它释放出一点光芒吧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地方没出放了 我们以后连来收拾连 DNS杠 Sever就可以了 好机好机啊 谁一记闹啊 IP啊 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看疯了 好了 我想说的是 为了为了看清楚了 我把名字也给他 这只是一个显示名啊 这也只是一个 为了看清楚 不是为了看清楚 我现在问大家 他现在是个DNS福气吗 他要不要脸了他 他现在 他现在 他不敢说 他是个DNS福气吧 所以说我们 我们客户端 客户端 这是不是DNS客户端 在哪设DNS 可曾记得 有两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改 那个网卡的配置文件 是不是在这儿 在这里面改完以后 像 是不是在这里面改完以后 在这里面加上 但是这是DNS P自动过取的 这样吧 我知道 我们可以在 EDCR的 Resolve.comf里面改 是不是都可以 先指向的是谁 改一下吧 你兄弟多少 五十六 我们心目中五十六 是我们的DNS服务器 看到吗 不是 你看在没改之前 没改之前 人家还可以上网 人家还可以拼得通 百度.comf 是吧 改成这个 这个DNS 行不行 这个 不想装 然后 然后Resolve.comf 那位所谓的DNS老大是 五十六 改完以后 拼不通 说 不要脸 对吧 他说他是DNS服务器 然后我们就 就相信他 我们只要他了 我所有的解析 就靠他了 然后最后我发现 我这儿是 啥都解析不了 这是无法解析啊 点什么 点一是DNS服务器 它是一种简化版 我知道是网关 在我们学虚拟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真机机是网关 也是一个 简单版的DNS服务器 反正是 它是DNS服务器 OK 不是因为400100的原因 然后 总之现在各位 我们心目中的DNS服务器 那个多少 五十六 它不是啊 好 我们即将把它打造成为一个 DNS服务器 各位看一下有多么简单 好吧 先看我操作步骤 然后再看笔记 好吧 来 别说话了 那个啥来着 stop吧 确定是52 那我还讲错了 52会186 哎呦这52 那讲错了 没事 这个错了就错了 错了我也我也不认 错了结果都一样 还快一点 刚才还找半天 还找不着 找不着那位 56的兄弟兄弟是哪位 现在找着说 他说52 你把我解析一下 他说滚 你找我 我 我不是DNS服务器 有人说他找他 找他了吗 当然我们要从深层次的看 咱们是不是学过TCP Dump这个命令 或者说至少用过吧 咱们low一眼好吧 这叫TCP Dump 装一下 TCP Dump抓包啊 我想看一下 那个哥们是不是曾经问过我 好吧 你看TCP Dump -I 你叫 没悲伤 我感觉是你 我改过来了 好 叫什么呢 TCP Dump -I 1.0 -N 这是前缀 从哪儿抓 然后抓什么呢 抓 端口是 53的 因为DNS服务器 的说是53 好吧 来 你看我抓着啊 我这抓着 这位兄台 准备要问我了 是吧 问 抓了吧 结果 结果你看 结果这个 标86兄台 他通过 42896端口 问我53 说 你给我解析一下 A进度吧 你给我解析这个IP多好吧 问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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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问一遍 当然有同学没有理会吗 那不是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要抓续合主机 192 168点 12点多少 186通讯 这个命令呢 我敲了一次 我肯定没有写在笔记上 我第一次如果你想抓你要不要记一下啊 好多人做笔记还非要说记 你觉得你不会的笔记上没有出现的你就应该什么 洗下来 这常识 用的时候火大一点啊 这肯定 网卡名啊 是哪个网卡哪个网卡啊 其他不变 我这条命令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抓取和这个主机通讯的所有包 我刚才上一个命令是不是只抓了什么包 53 其实好 有些包呢 就没看到 好吧 我现在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抓的 我在所谓的这个DNS服务器上面 我想我在这个所谓的DNS服务器上面来抓取和这个要和这个 和我通讯的包 好吧 然后我看看那哥们是不是来问过我 我回车 这个是个条件 好 然后呢 这位兄台再次来问一下说 你知道吗 你看这边 扛住C了 谁这是谁 186说 186他通过自己的哪个端课 他问我53 说 哥你知道这个吗 你看我多狠心啊 我给他回答了一个 我通过SNP 我说端口不可达 我开都没开 我这个53号端口 unreachable 没有 我开都没开 然后他又问说 哥 你告诉我这个 这个IP多少行吗 我说 我开都没开 他又问我说 告诉我一下吗 他说我开都没开 他再告诉我一下 我不开都没开 多么的直接啊 这个动作发生的好快啊 你看我一拼 立马就结束了 最后 其实 并不是问了一次 问了几次 四次 有人问我 为什么问四次 其中一个原因是 DNS通讯的时候 使用的协议是 UDP协议 而我们在前面 也跟大家提过 UDP协议 是一种什么 不可靠的协议 所以他问了四次 看到吗 好 这个 这是我们的这个 总之意思是说 问过没有 问过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他妈连端过是不是都没开啊 好 那不说别的了 我们加紧做吧 看 YAM-Y install 这个不用记啊 这个我们有笔记了 这是DNS的包 软件包 有时候老师 DNS的包怎么不叫DNS呢 人家不叫DNS 你这就叫什么 就叫这个BND 这是伯克利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伯克利 这个B是伯克利的意思 这很多很多这个 一些软件 都是来自于一些重要的大学 他们自己开发的 像DNS就是 所以是 它的软件名字叫BND 你可以去查一下 BND这个全称叫什么 好吧 伯克利网间域名系统 好像这个名字 我说的不太对似的 反正一般也没有这么关注过他 行 装包吧 不说那么多 哎 看一下我做几步啊 一步装包 这不要记了啊 第二步 起来还等一下 稍微还得配置一下 好吧 能不能让我装一个这个包 不能 不这个包不算不算装包好吧 这包你不要算DNS操作过程当中啊 这只是为了 让我装一下有颜色 让你们看一下 我不在乎这个 你们在乎颜色好吧 好 经过这个一分钟等待 我们把这个装完了 对吧 装完以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来配置一下DNS服务器 它的 它的这个叫 配置文件叫NAME 大家可能见过好几个名字了 一个是我说的DNS是吧 那个叫域名系统 一个是我刚刚那个软件包叫BND 还有一个叫NAME NAME叫DNS这个服务器啊 也叫做DNS服务器 也叫做名字服务器 它是做名字解析的 所以叫NAMED 看到吗 这个名字 好 打开 是这样的 我没有做什么配置啊 我不做什么配置 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现在 坚定在哪个端口 它是只有它自己可以访问 多么的可惜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把这行删掉 明白 一种是 把这改成N 你愿意 就N 任何 下面那个IPV6也是一样 你要不把这行删掉 要把这改成什么 N 关键字 你觉得是哪种好呢 改成N 我也不知道了 看你个人习惯嘛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下面有一段 看这儿 谁能够使用它 好 就是这个 就这个了吧 没有了吧 哦 这儿 看 谁能够查询 谁能够查询啊 no host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然后我们改成 any 或者是删掉 这一行 好吧 是我 啊 我性格就是删掉 我 我从不 拖泥带水 记不住哪个 记不住 记得住也没有用啊 DNS这个服务 我觉得像大众提供服务 是不是行了 那你还要藏着掖着干什么 你看 Lesson在本地53 Lesson在本地53 只让本地查询 都不要脸这个 any是所有主机 OK 任何主机 不是我关乎自己 行了 不是 我现在改了几行 要不就当我没有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行完全可以删掉 实际上你就当我没有改 太多东西好吧 然后呢 我就保存了 保存以后呢 把DNS服务器启动起来 按照常规做法呢 为啥补不全呢 因为没有注销再进来 这个行为 随不全 System CTL Enable NAMD 好 当然你会做完肯定没有 为什么防火墙还开着呢 防火墙 我们今天要不就不关了 Fairwall 港帽的杠杠 Permint的杠杠 这不是不关了 这没有开啊 根本就 怎么着 开还是关 假装开一下吧 要是不开的话 就没有什么做的了 就结束了 好吧 我把它假装开一下 Fairwall Common的杠杠 Permint杠杠 ADD Service 好了 做完了 不是多吗 感觉 几步 装包 改配置 不算改 行不行 那才改啥了 几乎没有改过 启动 完了 防火墙 好了 现在 各位 再来抓一下包 刚抓包的一个命令 离我好像已经很遥远了 能不能快速掉出来啊 Ctrl 搜哪个关键词好一点呢 我觉得搜host好一点 看到吗 因为他还是微信比较强一点 好了 各位 请看 还是没告诉他 告诉他了没有 各位看到了吗 刚才 86 186 这位兄台 通过45 这是端口 好不好 每个通讯 是不是都传出端口 然后呢 然后怎么着 保护我到53 问我说 知道这个吗 我说 告诉这位兄台 我说 我知道啊 是这个呀 看到吗 是不是知道啊 或者我换一个 再换一个看 我找一个 咱们的官网 好吧 可以吧 Ctrl C 这边 问说 你知道这个A 表示我要查询 是他的IP地址 address A记录 问你知道吗 他说 知道啊 是不是这个 但这里面也有 CDN的关系 也有CDN 也有CDN 都有CDN 现在 CDN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 告诉他IP 看到吗 好 这里面也有CDN的东西 在里面啊 好 总之 解析是不是成功的 那也说我 我这个DNS服务器 你看 好 好简单啊 他自己有没有去做 哎 这个刚才 这个DNS服务器 他有没有去做某一个域的解析啊 什么的 给哪个主机解析到哪去 有没有 没有 他只是做了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 微缓存 什么叫微缓存呢 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微缓存啊 我如果再查第二次 大家发现是不是很快啊 原因是什么 他刚刚查过 你看 再查 是不是很快就查到了 原因是他刚刚查过 他把所有 让他解析的那些个结果啊 缓存下来 如果有人问到我的时候呢 他怎么查的呢 是这样的 刚刚才的操作 我做了一些 你们自己看一下 装包装了吧 改变这文件 改成anyanyany 改了吧 然后启动服务 最后一看哪个端口 53 这个53我们查一查 SS-TULP UL 其实它是应该是 你是哪个协议啊 UDP 过滤一下 53 大家看是不是有点乱糟糟的感觉啊 有一个帮忙的工具叫COLUM COLUM 然后列 后面加一个-T 规整一下看到吗 其实这个东西啊 任何都可以用它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任何表 DF-TH 如果觉得不规整怎么办 交给COLUM COLUM 然后它去规整一下好吧 按Table键规整一下 这个人家时间多好 就这个告诉个小技巧啊 这个这个小小兄弟帮谁都可以好吧 只要你觉得那个排列的顺序什么 乱七八糟的不规整怎么办 让这位小兄弟过来帮你 规整一下 这管道给他 他的作用就很简单 就帮你梳理一下这个排版好吧 好 这个单词呢叫做 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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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列啊 就是列式的列 列 横排 竖排 是不是列啊 列式的列去到四个点 他说的是对 杠T 好吧 这个不做深研究啊 这个命令可以排得更漂亮一点 防火墙 如果说你要 如果说你要开着的话 怎么办 那就加一个 加一个服务是不是行了 然后找一位客户端 把DNS指向谁 就指向 你这个机器啊 然后完了以后呢 怎么测呀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测 你看我这边用的什么方法 用的是 D个 那也没问题 咱也也有 如果没有怎么办 哎 这就没有了 你说该怎么弄 装D个吗 装D个吗 打错了 装D个吗 有可能他会智能的解析到那个包上去 但是那个包的名字还真不叫D个 好吧 我说了有可能 看没有找到 那怎么做 还记得我们怎么查吗 我为什么加个B 因为D个是个命令 它肯定在什么B下面 好吧 这样的话减少这个查的那个 当然我心目中很清楚 它叫半的杠 就叫做 叫什么来着 我怎么也忘了 我把钱 叫半的杠 UTS 看到吗 这是我们的这个 伯克利这个DNS给提供的一个客户端工具 客户端如果想用这个包叫半的杠 我看我的笔记上有没有帮你们梳理一下这个命令 有没有 没有 没有话一会你说老师我想用一下怎么办 那随便了我不管 这个我们是在前面是不是讲过 怎么装 能听懂吗 好的 现在装完了吗 装完以后D个3W 各位 是不是查查这个结果 有查到吗 有没有查到 有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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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有一个 Answer 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有查到IP 他这是有有那个 这里面有CDN CDN的关系 有查到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有个小小东西在这 就有个标记 这个标记 我们只先看一下 他其中没有一个标记 叫做 A A 这个标记 只是想让你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叫AA的标记 有没有刚才看我 有没有叫AA的标记 没有 我这儿是没有看到的 是没有的 好 没有AA 好吧 那这个AA到底说明什么 我们一会回过头去看 那个叫权威DNS服务器 他现在呢 这么问你吧 我这个客户端是为 问我这个DNS客户端是为谁问的呀 是是为哪台主机问的 他怎么186问的呢 他向谁问的 52问的 那52这个52这个DNS服务器 他倒是是一个DNS服务器 但是他是那个 千锋EDU的权威的服务器吗 不是 他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的 知道吗 他是问别人的 所以他给我提供答案 他说 兄弟你问我 我能告诉你 但是这个答案呢 我 我是听别人说的 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个答案 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一下什么 这可不是 权威答案哦 因为我不是这个域的 权威服务器哦 大概听明白了吗 大概啊 或者说你问我说 你说杨老师 你你 假如说我是那个疾病方面的专家好吧 专家啊 我说啊 对杨专家 然后你说杨专家 你能告诉我这个 对 你能告诉我这个感冒怎么治吗 他说 我很权威的告诉你 怎么治 好吧 废话 等一下 但是你要问我说 你说 我们家那个 狗脱毛 怎么治 我说 我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什么 我的朋友 兽医 问完以后我告诉你 但是呢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呢 他不是权威答案 我我在 人类的这个疾病研究方面是权权专家 好吧 你懂吗 也就是说 各位 再说一遍 这个客户端 是查到了这个结果吧 是谁提供的吧 是52提供的 52是他提供的 但是52确实不是这个狱的权威服务器 对 他只是一个提供者而已 所以在提供的结果当中 没有带有权威标志 看到吗 如果有的话就是 AA 这个AA呢 我们在即将会看见一会 OK 好 这是关于这这一点 没有看到权威标志吧 那么之所以这个我们DNS服务器 我没有做任何配置是吧 基本上没有做任何配置 他就能够实现 这样一个为缓存 这样一个功能 原因是呢 他的配置文件当中 有这样一个东西 是默认的 我们看一下 而是在服务 在服务器这边对吧 Name地点 comfor这个文件当中有一个在最底下有一个 看到这一段了吗 你做点 这个点就是根域看到吗 这个点就是根域 那么我们把这个这一段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 根提示区域 说简单一点就是提示我们这个DNS服务器怎么去找到根 刚才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到我说 最顶层的是根域 那每个域都可能会有DNS服务器来 对这个域进行一个解析的一个管理 那么根域呢 在全球有13台服务器 我们叫根服务器 就是有13台全球有13台根服务器 那么如果能找到他们 底下一切是不是都能找到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可能找找不到那个 点Lite的这个域的DNS服务器 但是我们如果能找到根域的话 一切是不是都能找到 所以我们看到在DNS服务器当中 有一个根提示区域 这个每一个区域呢 用Zone这个指令来指定 表示我们这个区域呢 这区域的名字点根 然后它的类型叫Hint 这单词是提示的意思 提示 提示 给你一个提示看到吗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文件 各位看这里 一个叫Fail这样一个指令 这种颜色的都是指令 这个双引号里面的呢 通常都是文件名字 大家可能会看到 有一个叫Lambd.ca吧 这样一个文件吧 当然也没有说这个文件在哪个地方 这边这边是不是也没有写路径啊 凡是没有写路径 都叫相对路径 相对哪呢 不是根 在顶上面有一个目录的指令 你看了吗 叫根下的VAR下Lambd. Lambd 好 我们进到这个VAR下的Lambd下面去 你看到吗 是不是有一个叫Lambd.ca的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你会发现 这个文件当中是全世界的13台跟服务器的地址 看到吗 这里不止13台当然不是有IPv4和IPv6 一共从A到M A到M看到吗 全球的13台跟服务器的地址都在这边有 明白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文件 往下走啊 往下走 你做点也就是根域是不是 然后这个根域呢 它的类型是什么 提示类型 然后数据库文件 是Lambd.ca 这个位置刚才我们讲过 它并没有写是哪个位置吧 它指的是一个 相对路径 就相对于我们上面 根下的VAR下Lambd这样一个位置 那这个文件你保存的是什么 全球的13台跟服务器吧 我们很清楚找到根就能找到下面的一切 所以 正是因为有这个欲 所以我们才得意什么 能够帮客户端提供解析 就是客户端如果问我的时候 那我问谁下 我问根序知道吗 能听那么乖 好 那 倘若说把这个这段给它注视掉呢 倘若说 这边注视好痛苦啊 我们把这个服务器 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 PIN也可以啊 嗯 能解析啊 能解析是吧 也能解析 这是客户 客户端找他呀 对不对 客户端找他 现在还是能解析是吧 我看这边指向的DNS服务器是谁 好 变过来了 哎 不对 我在哪做的 我是不是做错地方了刚才 没有做错 我们看看这个 是52 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根域这块了 你写不写他都是默认的 他都有 就这块你写不写他都是默认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在 大家注意看 还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include这个文件是吧 他是包含的 就这里面通过include的可以把其他文件包含进来 所以根域这个行为呢 相当于我们认为是默认的一个行为 就是 他 他 当他找不着的时候他会找根去 是不是 找到根域去 找得着的话就不找根嘛 对不对 找不着的话就找根域去 是不是 好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区域 我们叫做 根体式区域 所以能够什么 实现我们的解析吧 当然 除了找根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叫 DNS Forward 叫DNS 转发 说白了就是什么 你问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 对吧 那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转到 上一集 DNS服务器 或者别的DNS服务器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Options 也就是在我们的全局这个位置 加一个Forward Forward 后面加什么呢 注意结束的时候以分号括号里面分号结束 我们加一个或者什么 两个 其他的DNS服务器 这个通常可能是我们的ISP给我们提供的当地的DNS服务器 明白意思吗 就是当我找不着 当我这个什么 找不着 然后我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我亲自去找根 一种是什么 我去 转发给其他的DNS服务器 我说你帮我找一下 然后找完以后 我再把这个结果给扣端 就是拜托别人去找 那么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不同的是 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 就是 如果说你这个DNS服务器本身联网的速度可能很慢 是吧 那么你找根 你找根的话 其实根并不会给你直接给你答案 根会给你下一集的答案 你还会继续再找 下一集还会再给你下一集的答案 再继续再找 所以呢 就相当于 可对可能会很慢 而你如果把它转发给 把这个事情直接交给一个什么 办事比较 效率比较高的人手上 那么自然就会很快 所以我们 如果 通过这个服务的词 同样是可以实现什么 这样一个去找其他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能力 看到吗 就两种手段 一种叫 跟提示 注释好像有几号吗 你看 这个这种符号也是注释 以他开始他什么 结束 那么几号是注释吗 几号输完以后也确实像是注释是吧 我们也可以当初这种符号 在结束的时候呢 是这种符号吧 其实也是一样是注释 是不是 没问题啊 这个注释的也没有没有用啊 我们看到 要想加跟提示 加到哪 加到刚刚讲过 啊不 要想加那个转发 加到哪地方 加到options 也就是上面这个位置 加到任何位置都可以 这里面都可以 后面是ip吧 这转到哪去 这个转到哪去 这个肯定是当地的 当地的什么 你的当地的DNS服务器 不是乱写的 表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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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或者是202.106.0020 这些啊 这些呢 应该写成当地的 当地 ISP给你提供的DNS服务器 没有吗 而不是乱写一个 当然实际上 用我的话讲 DNS这种服务器啊 它是一种公益性的服务 什么意思 就像公共厕所一样 理论上讲 本来按照常规讲 你现在想上厕所 着急是吧 你应该就近找一个厕所 当然实际上 如果说你觉得时间 还赶得及的话呢 你可以坐火车 或者坐飞机去上海上 厕所也行 因为DNS服务器 无论是这儿的公共厕所 还是上海的公共厕所 都可以为你提供服务 明白什么 DNS一样 原则上讲 你使用 北京的DNS服务器 可以 你使用上海DNS服务器 可以 你使用谷歌的DNS服务器 可以 是吧 你使用亚马逊DNS服务器 可以 只要人家让你使用就可以 能理解吗 所以我这边转发一个转发到哪去呢 最好还是你的上一集 是吧 上一集 你的这个电信 或者网通 给你提供的这个DNS服务器 明白意思吗 它毕竟令你近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近的话就意味着 你们之间 路由的这个 速度 时间比较短啊 比较快嘛 是不是 这个没什么给你讲的 肯定谁都是找近 好 这里注意啊 有可能语法错误 你看我后面是不是少个分号 少分号吧 然后重新启动这个服务器的话 报错吧 到底错哪个地方的 这边让你看什么 详细日志 大家看到 他说多少行 这个文件的第32行 缺少一个在这个before 在这个之前 缺少一个分号 看到吗 所以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哪个文件 他的32行吧 是不是打开这个文件32行 就这行 是不是在这个之前 说了 在他之前 是不是少在R1 SAU什么之前 少一个分号 说得很清楚吧 告诉你是不是 好 然后启动 然后启动 没问题 是这样的吧 好 那么可能我 我今天讲了半天 但实际上做一个 违缓存DNS服务器呢 那是异常的简单 是不是 那么确实这个DNS服务器 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管理 对不对 他只是 有人问 我帮他去什么 帮他找 但是找到以后 我缓存一份 以便下一次有人来找 同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 加快我们整个查询的速度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这是违缓存DNS服务器